随着三分球时代的来临,现今主流的投篮追求的是投篮的速度和整体发力的连贯性。 而像科比的制空跳投,追求的是极致的出手高度。 制空跳投在球场上逐渐成为了一门罕见的技术,科比拥有着教科书般的制空跳投。 他的制空跳投不仅空中姿态优美,同时还是他在关键时刻的杀手锦。 本期视频将全面解析科比的跳投。 科比跳投的发力节奏是屈膝区宽降重心,与举球至抬球点同步,也就是上下肢同时蓄力,下肢发力伸展的同时手臂发力伸展。 我们将从上肢与下肢发力两个方面,来解析科比的跳投,首先是科比投篮的下肢发力。 第一点,科比的起跳是通过充分的屈膝区宽来蓄力,主要利用肌肉的力量,追求的是起跳的绝对高度。 第二点,科比采用的是宽站距的侧身投篮,双脚站距等于或略宽于肩,双脚向左旋形成侧身。 投篮侧的右脚与右肩略靠前,科比的侧身投篮,能使上肢肌肉更加放松,肩关节的活动度更高。 科比投篮站位双脚成轻微的内巴,内巴的站位更有利于前脚掌的发力,同时膝盖与脚尖朝向一致,轻微内口。 第三点,科比跳投出手后,常有并腿前摆的习惯,这能避免起跳是重心的前冲,保证身体的平衡,同时也能提高出手的弧度。 而在他的后仰跳投中,他常会使用到单腿的前摆。 其次是科比投篮的上肢发力。 第一点,持球,科比采用的是投篮手五指伸展,手指出球,手掌流空的正腕持球,付出手拇指至于投篮手虎口之间。 第二点,气球,科比习惯从身体的中部气球,右肩上出手,在抬球点肘部与腕部成一条直线对准篮框,形成投篮的直线发力。 科比使用的是右手肩上投篮,他投篮侧身的站姿,将右肩放在了视觉中心,头部保持正对篮框,这能保证投球方向与瞄准方向的一致。 第三点,发力出手,科比使用的是高肘部投篮,也就是在抬球点肘部的高度,大于肩部的高度,提高了上肢的发力点。 同时在抬球点会有明显停顿,高肘部投篮的发力方向是从后往前,投篮弧度略低,在远距离的表现并不稳定。 科比翘头的上肢发力较多,主要通过顶肘部甩小臂,手指主动发力的压腕波球将球投出。 科比的波指主要是用食指与中指来发力,他从持球时就将篮球的中线,置于食指与中指之间。 第四点,投篮辅助手,科比的投篮辅助手,有明显的向前跟随的习惯,这能帮助他固定投篮线路,使投篮弹道更加稳定。 最后,科比的跳投是在起跳的最高点出手,以及高肘部发力的特点,都是为了追求极致的出手高度,很难借助到下肢的力量来投篮。 要学习科比的智空跳投,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和协调性作为基础。